一枚受精胚胎 被放入了仿生子宫 在仪器的加热下 婴儿快速成型 很快 30个新生儿就这样代生了 他们的基因全部来自精英人士 从出生起他们就被封闭管理 一直生活在模拟太空舱中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 提前适应以后 长达86年的太空之旅 在未来的2068年 地球资源日益枯竭 人类数量也大幅锐减 科学家们为了拯救人类 在宇宙中探索到一个 属性与地球相似的星球 唯一的缺点是 距离地球太远 以现在的科技水平 需要86年才能到达 由此以老李为首的科学家们 发起了一个拯救人类的计划 他们精心培育了30个人类小孩 将他们送上太空后 经过86年的旅程 他们的下一代 就将会到达那个星星球 不久之后 老李带着30个小学生 飞往了太空 太空之旅就此开始 在接下来的86年里 他们将在这艘飞船上 完成各项技能的学习 并培养出下一代 很快 10年过去了 这30个孩子已经全都成年了 他们做西规律 从不熬夜 每天生活的内容就是吃饭 睡觉 学习 然后按时喝下一瓶蓝色药剂 如此枯燥无味的人生 他们也没有半点不识 直到这天 克里斯在检查 用于培养植物的肥料时 竟然发现他们的尿液里 含有大量的毒素 难道他们吃的东西有毒吗 老李知道后对他说 这些物质只是对植物有毒 对人体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克里斯虽然没有提出反对 但显然心中还是埋下了疑惑 等到晚上 他黑镜飞船电脑 查到了所有食物的成分 很快 克里斯发现了问题所在 有毒的物质不是源于食物 而是来自他们每天都要喝的蓝色药剂 它的作用是压制情感和欲望 降低身体对快感的反应 从而让人变得平和温顺 克里斯和扎克对老李的做法 产生了怀疑 于是从这天开始 每次需要服用蓝色药剂时 两人都会选择悄悄道调 很快 两人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体内仿佛有一种能量蠢蠢欲动 扎克不仅变得争强好胜 在跟异性的接触当中 身体的反应也开始变得敏感起来 这天 他终于忍不住 对新已久的女孩塞纳下手了 幸好老李及时赶到 制止了扎克接下来的动作 从他们的口中 老李知道两人 已经停止服用药剂 可还没等他想办法解决 飞船却突然出现了部长 于是他只能先带着克里斯 去飞船外面维修通讯系统 穿戴好太空服后 老李率先飞往飞船外 看着漆黑的星空 克里斯的心里却有些害怕 因为在飞行的途中 他们经常听到恐怖的嘶吼声 虽然老李说 那是飞船引擎发出的声音 但30个少年从来没有出过飞船 都觉得天空里可能有怪物 在老李的呼唤下 克里斯还是跟了上去 可就在两人维修的过程中 嘶吼的声音又出现了 突然间 飞船供电系统突然断电 而老李也仿佛遭到袭击 失手飘向了太空 好在克里斯眼疾手快 迅速把老李带回了飞船 然而 不管用什么急救措施 老李的心跳还是停止了 这一刻 所有人都开始慌了 没有了老李的带领 他们要如何到达新地球 把30个青春懵懂的少男少女 封闭在与世隔绝的飞船里 生活86年会发生什么 在老李走后的第一天 为了维持飞船里的秩序 按照生存章程 他们需要选出新的总指挥官 随后 经过实名制投票 克里斯成功当选 一旁的扎克表面上替他高兴 内心却充满了嫉妒 克里斯上任之后 本想带领其他人 继续按照之前的流程 维护飞船的正常运行 然后修好损坏的监控设备 查看袭击老李的到底是什么 可就在他上任的第一天 一切都失控了 为了庆祝克里斯的上任 其他人竟然在食堂里护护食物 而且他们也全都停止了 蓝色药剂的服用 以往的秩序都被打乱了 而这一切显然都是 扎克在背后故意怂恿的 随着药剂的效果逐渐失去作用 飞船里仿佛迎来了春天 男生们变得争强好胜 活力四射 而男女之间的关系 也变得微妙起来 扎克甚至还在私底下 组织其他人观看地球上的电影 来刺激大家的情绪 这样一来 事态开始逐渐失控 扎克也再次展开了对塞奈的攻势 为了防止扎克的进一步发展 克里斯只好假装 已经跟塞奈确立了关系 而这一幕也导致 他和扎克的情谊彻底破裂 随后 第一次暴力事件发生 两个男生为了争夺办理 在健身房里大打出手 随后战火蔓延到了食堂 甚至演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暴力 虽然克里斯及时制止了他们 但飞船里早已不似以往的平静 眼看时机已经成熟 扎克站出来自立门派 带走了一大半的成员 在有限的生活资源下 两个团体的冲突 是无法避免的 这天吃饭的时候 扎克终于暴露了自己的野心 他声称克里斯没有能力 领导所有人抵达新地球 于是推选自己担任新的总指挥官 见此情形 克里斯二话不说 当众播放了一段监控视频 原来杀死老李的并不是怪物 而是扎克 那天老李制止扎克后 扎克便对他怀恨在心 老李在维修通讯系统时 扎克控制电力系统 本想给他来个小电量 结果一个不小心 竟然直接把老李给电死了 克里斯以为这段视频 可以捶死扎克 没想到对方不仅承认了 还反咬了他一口 在扎克的pro大法下 形势瞬间逆转 扎克说 怪物在谁的体内 那个人就会变成人人喊打的对象 无论是舆论还是人数 克里斯这边都没有任何优势 他本想用留给下一代的秘密武器 重新扳回一局 没想到这些武器 却被扎克抢走了 于是 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开始了 扎克迟疑了一下 克里斯转头就逃跑 随后 克里斯和塞纳躲进蔬菜培养舱 顺着线路管道里逃走了 扎克手拿武器穷追不舍 错过了刚刚的机会 这一次他一定要干掉克里斯 每个可能藏人的地方 都被他用枪扫射了一年 从管道里逃出来后 两人又躲进了医务室 可下一命 就有人找了上来 眼看塞纳就要被发现 克里斯上去就是一根棍子 一旁的塞纳又立马 捕上了一针麻醉剂 在两人的默契配合下 大黑被击倒在地 口吐白沫 这时扎克也纹身赶来 克里斯本想回头反击 却被对方一枪打爆了枪管 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关闭舱门 暂时抵挡扎克的进攻 很快 克里斯和塞纳 就跑到了飞船的边缘 看着漆黑的太空 塞纳想到了一个办法 此时门外的扎克 不断射击舱门 已经追到了外面 眼看窗口被金属薄膜挡住 他想都没想 直接对着门开了一枪 塞纳本以为扎克会被吸出太空 没想到在这样的压力下 扎克竟然死死抓住了门框 还扯住了他的手臂 只是扯坏了扎克的衣服 自己反而被吸了出去 眼看扎克要关闭舱门 塞纳及时补上了一脚 终于把扎克踢进了太空 将克里斯就回来后 两人回到大厅里 没有了扎克的破 其他人就算有枪也不敢用 就这样 混乱不堪的飞船 终于恢复了以往平静 接下来的日子里 剩下的人类 在这个太空飞船中 开始繁衍后代 经过了86年太空漂泊 他们终于成功抵达了新的地球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太空翼》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